这个动作呢 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呢 也是需要一些劲道的 就是中国的健身器工 他非常强调 他不强调的是不是力量 而是劲道 劲道那个劲儿 你得拿住那个劲儿 你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 你这个功法就是练不好的 比如说双手脱天理三交 这两只手臂往上抬的时候 就是你要先这么抬上来 当你抬上来的时候呢 这里边的劲儿在哪呢 劲道在哪一定是在掌根处 一定是在掌根处 就是掌根一定要上撑 掌根一定要上撑 同时呢 这个劲道一个是掌根上冲 一个是摆会上顶 还有一个劲道呢 就是说你要活动到肩颈 就是我们先前已经讲过肩颈穴 你一定要把肩颈穴活动到 然后同时呢 它的里边还有一个按劲儿是使在哪呢 使在夹颈 就是后面的脊柱 就是整个要有一个夹颈的动作 才能够把这个动作做到位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双手脱天理三交 这个动作的 它的核心的要点在于哪呢 就是八段锦 它在每个名字的题目当中起的呢 非常有意思 它基本上就说的 它一定要把中医的那个关于医理方面的一些部分来涵盖进去 那么像双手脱天理三交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中医名词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三交 那么什么是三交呢 它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腔子 就是既有上面的五脏 又有下面的六腑 整个的腔子为三交系统 那么这个腔子为三交系统是什么 它中医里面又说了一句话 说三交者水稻出烟 它就像一个水稻一样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大家要明白的话 就一下就能把三交系统里有一个很深刻的理解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上面五脏的心肝体肺肾 这五个脏器 也是不是也不是凭空悬在我们的胸腔里的 它一定彼此之间有一些细挂 一定彼此之间有一些细挂 包括六腑 他和六腑 比如说五脏和六腑在中医里面 他经常强调一个概念 说五脏和六腑是互为表里 什么意思呢 比如心和小肠是一对夫妇关系 他们互为表里 肺与大肠是一对相互关系 就是说上面的五脏和下面的六腑 他彼此之间都是有关联 而这种关联 他们之间一定有某种系统的连坠 那么五脏六腑之间的这个细挂的连坠 就像什么 就像一个立体的网一样 他们可能就是用这种方式连坠 或者用那种方式连坠 这个中间的这个网状的立体的网的这个状态 就称之为三胶 而三胶呢 就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一定要通畅 如果三胶不通畅的话 那么人体就处在哪哪都被憋的 比如说肺与大肠 本来他们是一对夫妻 一旦他们之间的沟通不再畅快了 就像夫妻了 就打冷仗了 他的他之间的交往不再不再通畅的话 那么这里面就有可能久而久之就形成极大的隔阂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三胶的通畅是在我们人体当中 是保障人体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呢 所以八段紧 健身气功八段紧的第一个动作 他强调的就是一定要从三胶系统入手 要理三胶 要通理三胶 要治理三胶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三胶的系挂系统 从通过锻炼的模式 使他得以通畅 那么这个动作的上半步呢 非常的漂亮 他的漂亮是什么 就是他确实是一个射箭的姿势啊 就是慢慢的拉开 拉开这手呢成为弓手 这个这样叫做弓手 拉弓手 然后呢 把这个拉开的时候 这个手一定要 手在哪呢 拉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一定是云门中腹 是肺筋的起始点 肺筋的起始点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这个肩要平一点 你这个整个要平起来啊 这个胳膊肘 你不能这么大拉着 那你这个剑就射出去就不准了 你一定要这么平着 平着这守住这边的气 好 这边是守住肺气 这边固定在这 这边呢 然后呢 是大肠筋的这个颈穴 一定要有往后弯的这个感觉 一定要往后弯的感觉 这样才能启动气机 因为这是大肠筋 大家记住 这是大肠筋的起始点 这个起始点叫做伤阳穴 伤阳穴呢 就是说起始点 所以你这个眼睛一定要盯在伤阳穴上 盯在伤阳穴上 然后你的气就定在这里了 你的气就定在这 实际上后背大家会发现 如果你这个后背应该还有一个夹挤 夹挤动作 但是呢 你这个肩膀是平的 不是可以 你不能这样去夹挤啊 这样就是姿势就不对了 一定是肩膀平的 同时后面有一个夹挤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 因为我们人体的经脉是左右对称的 所以一定要左右都要做 然后这边再做 这边再做一次 也是拉在固设在这儿 然后这边出去 然后目视伤阳穴 同时你这个有一个转头的动作 转头就活动了大追 那么这个动作怎么做呢 超简单 可是要把劲道用对了 不容易 为什么呢 就是说基本上来讲 他就是一般的来讲 就是这个一只手上撑 这叫撑天 然后一只手 这个是阴长撑天啊 然后下面这只手是阳长 是这样 摁地 往下摁地 就是一个人的形状 就是撑天 摁地 然后那么你这个所谓要撑天 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 你的力气 你不能用手指去撑 一定要用掌根去撑 然后你这个摁地 也要用掌根去摁 那么呢 这个动作大家看 条理脾胃虚单矩 那么脾胃在哪呢 我原先说过脾胃的虚弱处 是在两臂 就在两个胯骨轴 那么脾胃大家都知道 就在中胶这一块 那么怎么就说 条理脾胃弄到这儿来了 然后左右这么撑来撑去的 首先大家记住一点 要想治脾胃病 先要撑拉两斜 两斜是什么 肝胆 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 用五行来相生相克来说 非常重要 叫做木刻土 就是什么呢 只要你一生气 第一影响的就是脾胃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一个毛病啊 现在人 现在生活当中 有些人得一个病 叫胃溃疡 所谓胃溃疡是什么呢 就是胃溃疡 以及胃炎啊 还有就是那个胃病的 现在就是那种 小胃病的人特别多 那么这种 大家记住 只要是溃疡 肯定是缺血 那么就是胃血不足 那么胃血 为什么会不足啊 其实跟什么有关呢 跟经常的郁闷生气 是有关的 因为只要人一生气 那么呢 他的气 经脉就会凝聚 经脉一凝聚 然后血的生发的能力就开始变弱 所以就会血不足 像这种经常得胃溃疡的人 在我们的眼里来看 那基本上就是受甲板气的人 这种人呢 又是经常的郁闷 然后呢 不说出来 所以呢 久而久之 他就是老生气就会影响脾胃 老生气就会影响脾胃 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 那么大家就要记住了 这就是一个中医的思维的一个逻辑 我要想宣开脾胃 我别在脾胃这使劲的用功 而是首先要怎么样呢 要把肝气给疏解开 所以肝有病 崎岖流于两叶 所以在这个动作里边 核心动作一定是有两斜的动作 把两叶给舒展开才是核心 所以要左右都要伸展啊 那么这是就是肝木刻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然后呢 第二个就像脾胃 还有一种人呢 现实生活中也比较多 就肚子老是胀满的 就吃完饭吃一点东西 肚子也满满的 这个呢 是属于胃气不降 所以在这个动作里边一定有升和降 左右的升降 其实你这个升降的时候 你这边撑了 这边往下按了 你实际上在这就动了这个脾胃 所以我们在锻炼的时候 当你这么上撑的时候 你虽然是掌根用力 但是它就相当一个锁 把气机全锁住了 所以你恰恰指尖都有骨胀感 指尖这个颈穴都有骨胀和撑起来的感觉才是正确的 当你脑里脾胃的时候 你慢慢体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就是中胶这一块是会有感觉的才是对 那么还有一些问题呢 可能就是关于脾胃病 其实现在非常多 比如大家现在暴饮暴食啊 又不运动啊 甚至呢 有一些小病跟脾胃也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咱们说一个头顶掉发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啊 就是头发特别容易掉 那么这个掉发呢 说跟脾胃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呢 也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本来头顶这个地方穴位 就是人体的经脉走的是什么呢 走的是肝筋 就是头顶走的是肝筋 那么肝筋 那么如果呢 然后同时脾胃走的是 就是胃筋走的是前面啊 后面走的是肝筋 如果你这个头发前面这都跳了 那么跟你的那个无端的思虑太多有关 所谓无端的思虑就是什么呀 就没事静想的没用的 有点像启人忧天 就说的哎 这天会不会塌了呀 然后我要这么对他凭什么看我一眼啊 其实他因为他近着眼 他根本没看你 只不过你觉得他看了你一眼 然后你就因为这个就想 为什么看我呀 是不是昨天我哪件事没给他办呀 然后你就开始产生一系列无端的想象 然后这样呢 反而造成了那个思泽气节 因为从脾病上来讲 有一句话叫做思伤脾 如果你思虑过多的话 也会伤脾胃 大家不要以为啊 说我想的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 想事想太多了 吃饭也吃不香 所以呢 这里边呢 就是说哎 思伤脾 那么伤了脾胃就伤血 我说过胃是生气生血之所 所以伤了脾胃就伤血 伤血呢 血不足 头发也得不到滋润 还容易掉 还容易掉发 因为他得不到滋养嘛 得不到滋养这块地方就慌了 他就没有办法再去生出新的头发 就是现在来讲 比较严重的一个脾胃的疾病是什么呢 也是跟我们现实生活非常有关的 就是如果你缺乏运动的话 那么脾病一般都跟肌肉微软症有关 因为脾主肌肉 经常开玩笑 过去经常说 说什么人特别容易得伪症呢 就是出门就坐车 回来也坐轿子 出门坐轿子 回来坐车 反正就类似这种人 就是从来不走路的人 一定就是多伪症 就是肌肉无力症 那么现在就出现 我们现在人开车的人多了 那么如果你是 不是自动挡的呢 那么就是反正是脚上 如果你自己开车吧 咱们这么说 如果你自己开车吧 可能是一条腿有劲 一条腿没劲 如果是司机给你开车 你两条腿都没劲 所以我的建议还是大家呢 就是说一方面 你要自己多锻炼 多走一走 那么作为我们自己呢 在一起呢 就是说的 如果大家能在一起 做一做 调理体位 须单举这个动作 可能对我们的身体 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最起码 它可以解干 用一件处备 神器宫的八段锦的这一条呢 叫五牢七伤往后瞧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会出现哪五牢呢 五牢到底是指哪五牢 这个是在黄金力经 宣明武器篇里 曾经提到过 人体专门有五牢 第一条就是九世伤血 就是如果你老看东西的话 那么一定会伤血 伤血就伤什么呢 因为肝主藏血 就伤眼睛 伤神 伤血 那么这是九世伤血 所以在这个动作当中 它一定会有一个 眼睛的锻炼的就是过程 然后第二伤呢 就是五牢呢 就叫九卧伤气 如果你老躺着 缺乏运动的话 那么你就会伤人体的气机 因为肺主一身之气 那么你这个气呢 老起老起不来 那么也会伤你的气机啊 比如说现在有一种情况 非常严重 就很多人都喜欢熬夜 那么熬夜完了以后呢 有的人就来问我 就说什么呢 说那我夜里熬夜了 我夜里不睡觉 我白天睡觉来补 可以不可以 我通过上午来睡 可以不可以 其实这样更伤身体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人体啊 就是说一天也是有阴阳的 所谓一天的阴阳 就是白天都是为阳 然后夜里是为阴的 那么呢 阴呢 就是说当天地之气 就是说中医是非常讲究天人合一的 当天地之气都收敛收藏的时候 我们人要顺应自然 也跟着他去收敛收藏 那么当天地气机都起来的时候 你也要跟着阳气的运化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你也要跟着阳气的运化 一起去运动 一起去就是开始 你也要开始工作 这是你跟天地之气相合的想 那么如果你老是靠夜里不睡觉 就是当天地之气都收藏的时候 你还在那生发 然后等天地之气都起来的时候 那么你就偏偏要在那收敛收藏 那像这种情况下 你就等于不符合天道 不符合天道 那么你对你自己的身体损伤 久而久之一定会造成某种损伤 然后第三劳就是久坐伤肉 然后伤肉是伤什么呢 因为中医讲皮主肌肉 所以你伤肉实际上就是伤皮 你老坐着老坐着那不活动 那么也会就是伤了你的皮 就像我们先前讲那个就是 调理匹为虚单举的时候就说过 就是你老不活动的话 你就会造成你的肌肉微软 就久而久之人的肌肉就没有劲了 就没有劲啊 他运化不起来嘛 就湿气又太重 然后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生一系列的脾胃的积患 这是第三条 就第三劳 第四劳是什么呢 酒力伤骨 在中医里面他就讲 你要是老站着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伤你的骨 伤骨就相当于伤肾 伤肾 因为你这是你人体的思维在很大的程度上 都是靠肾经调上去 然后来满足你的思维和你的一些的那个就是心理的变化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有可能会伤肾 那么第五劳是什么叫酒行伤筋 就是如果你老走路走路走的特别久 我们现在有人说锻炼了锻炼一锻炼就没完没了 就说的恨不得就说我一礼拜只锻炼一天 然后呢就这一天我就玩了命了 我非得走他五千米或者是五千里什么之类的 反正是玩了命了 像这种呢就会对人体的什么有影响 伤筋 伤筋实际上哪主筋呢 哪个脏器主筋呢 肝主筋 这样你就会伤肝 你就会伤肝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所以就说这叫五劳 五劳是指的什么呀 五脏之伤 就等于心肝脾肺肾 这五脏全都伤 所以做这个动作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个动作呢 首先第一点 如果就是你通过往后瞧这个动作 首先第一点可以调五脏 如果从我们现在的疾病学上来讲 角度来讲 这个有人就说哎很锻炼颈椎 还有一点呢就是后边当扭转过去的时候 你后边自然形成了一个夹脊 就是后面那个夹脊 那么这个夹脊动作呢 对整个的脊柱以及膀胱筋的锻炼都是很到位的 八段紧的这一条呢叫五劳七伤往后瞧 那么七伤又指的是什么呢 七伤实际上在中医里面 他指的是太饱伤脾 如果你吃的太多一定伤脾味 就叫太饱伤脾 然后大怒气腻伤肝 就是如果你经常的发脾气的话 也会伤肝 这大怒伤肝 然后久坐湿地伤肾 久坐湿地伤肾呢 这个呢非常有意思 就是大家会觉得哎我现在不会没事就做找一块水我做下去哈 谁也不会这样 实际上久坐湿地伤肾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老坐着不活动的话 有可能那屁股都塌出汗来了 那就叫久坐湿地 就是实际上他指的真正含义 就是你老坐着不活动 对身体会造成损伤 然后呢还有一条非常严重 叫过失冷饮伤肺 这个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过失冷饮伤肺的问题啊 就是如果冷饮太过度的话 我们现在吧 就是你看又是凉茶 又是就是含量药 然后呢又是冷饮 就是所有的问题 他都是偏寒凉的 那么这种情况 尤其青少年大量的喝冷饮的话 那么先是伤肺 伤肺就可能会造成咳嗽啊 气喘啊 哮喘啊 这些问题 然后呢再继续往下伤 就可能伤胃 形成胃寒 然后呢再继续往下伤 形成胃寒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症状 比如抑郁症 抑郁症的问题就有可能产生 因为胃寒在黄金丽经理 谈到胃寒的时候 就曾经说过 胃寒的人呢 就是比如说他会有一个偏抑郁的倾向 比如一进屋子就把窗帘全拉上 他喜欢幽暗的环境 胃人与火 胃人与火是什么意思呢 就特别怕见人 胃寒就造成了抑郁的问题 然后继续往下寒凉的话 那么就是伤了肾 伤了肾 那么就更加的抑郁啊 那么就会出现更严重的 比如换室啊 换听啊 或者是成年到晚怀疑 有人要杀自己啊 那么就会更严重 大家别小瞧 一个过时冷饮伤肺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大家是怎么样呢 能够在现实生活中 能够不喝冷饮 或者少喝冷饮 适度的饮用 这个是我们保持健康生活的一个关键 那么鼓劳气上往后瞧呢 他对肺 他就有一个宣开 当你把这个手 手臂外展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宣肺的动作 就是一个宣肺的动作 而且还非常的挺拔 可以把这个肺的契机给宣起来啊 所以这是很很重要的一项啊 过时冷饮伤肺 这是七伤里边的呃 第四条 第五条呢 就是忧愁思虑伤心 就是如果你天天的静想没用的 然后或者是过度的就是呃 想法特别抑郁 想想事情太多 或者太多管闲事的话 你也会伤你的心神 会耗你的心神啊 甚至包括这种老讲课 也是大耗心神的啊 就天天的说和不停 像领导干部一开会开一天 拒耗心神 就特别特别的损耗心神啊 这个是有一个是有问题的 所以要想养生呢 就是少讲课多养生 就是长闭嘴 这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呢 还有呢 就是风雨寒暑伤心 就是如果你穿衣服啊 不合适的话 那么就会伤形体 伤你这个肉身 比如说冬天了 小姑娘为了好美 就偏偏的不穿 不穿棉裤 就成天到晚短裙长靴啊 但长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所有的靴子 再怎么长 他就是很少有长过膝盖的 能够把膝盖给捂住的 而我们膝盖上 又是很少长肉的地方 所以呢 气血非常的薄弱 所以特别容易伤身体 伤关节啊 所以这就是风雨寒暑伤心 然后最后一条呢 就是恐惧不结伤痣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在中医里来讲 他在讲伤的时候 他说恐惧会伤身 那么这个恐惧伤身 在我们生命当中 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体会呢 其实呢 这个呢 咱们可以拿西方的一句话 相反的一句话来对应他 西方就说 人越快乐 免疫力越高 就说你快乐的话 你免疫力就会增强 因为你为什么这么讲呢 西方人没讲 咱们用中医来解释一下 就是什么呢 越快乐 经脉就通畅 因为快乐 你的气就是通的 那么经脉就通胀 然后你身体就好 你消化吸收的能力就强 然后你肾经就足 所以呢 而免疫力在身体里 其实就说的 也相当于你的元气啊 或者是你的肾经足的一个表现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 人越快乐 免疫力就强 那么如果你不快乐的话 甚至经常的恐惧的话 那么你就一定会伤肾 而且一定会伤你的免疫力 因为你一恐惧气就凝聚住了 比如说我们一恐惧害怕 就那眼神都有点凝滞 更何况我们的五脏六腑呢 他也会凝聚 那这种凝聚呢 就会形成气节气聚 然后呢 这个气节气聚呢 元气就要掉上来 破这个气节气聚 所以就久而久之 就对肾经和肾气的损耗 就会非常的大 尤其当一些病啊 或者一些流行病来临的时候 那么越恐惧的人呢 可能就越容易 就是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怎么办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 因为你知道你伤了你的免疫力 你免疫力低下了 所以你就特别容易染病啊 那么你要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样 第一是把事情想通 第二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适当的 每天都要习练 其实这花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每天一定要习练习练 这个健身气功八段锦诗 五劳七伤往后瞧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呢 健身气功八段锦第五诗 摇头摆尾去心火 那么这个诗子呢 相对的来讲有点难 因为难在哪里呢 一个诗就说它是马步加大 然后呢 就是重心放低 同时呢 有一个脊柱和头部的摇晃 而脊柱的摇晃是由哪里带动起来的呢 是由围缕 围缕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相当于 我们先前已经说过 就是乙波谷的问题 就我们乙波谷那个尖 一直到命门 就是是一个倒三角的这么一个形象 那么这个部位呢 其实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肾气的疯藏之本 就这个地方 它关系到一系列的疾病 关系到哪些疾病呢 比如说女性的妇科疾病 还有以及不孕不育的问题 还有呢 就是男性的病 也男性很多的男性积患 也是跟围缕观 这个地方是相就是相对应的 那么人体的气机呢 既然这是疯藏之本 所以这是根本的地方 那么你这个根本的地方 如果要想动这个脊柱的话 就像什么呢 你要把这个从这个乙波谷开始动起来 我们经常看这个人呀 他直立起来了 他不像那个小狗 你看小狗 他要动那个脊柱的话 他全靠什么来平 就是来那个 就靠那个乙巴 乙巴的摇动 所以呢 我们这个围缕观的最下面 这一段呢 就是像中医叫巴疗这个地区啊 他也是就相当于乙巴谷一样 就说他动起来了 整个上面的脊柱才能 脊柱才能够活动起来 所以在摇头摆尾去心火 这个动作里边 最难点就是要动围缕观 要把这个底下活动起来 所以如果把这个动作锻炼好了 就对我们的肾经 其实就是一个对肾的 整个肾的功能 是一个锻炼的要点 那么呢 呃 这里边呢 就是下面是围缕观的问题 那么往上走呢 就是上边 这个一根柱子下面动起来了 上面也要动 但是上面动呢 还有一个还要支撑这个头部的动 那么是要靠哪个地方来动呢 就是要靠大椎穴 所以说大椎穴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穴位 那么大椎穴 它连锥着哪些经脉呢 比如说都脉大肠经小肠经胆经膀胱经膀胱经 凡是这些阳经通过的地方通通在大椎穴这有一个交汇点 那么这个就是底下是维缕以及汇音 那么上面的是一个珠阳交汇也是一个阳经交汇的点 就是说对于下面这个点最重要的是维缕这个区域以及汇音 对于我们人体上半部来讲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大椎以及百汇 那么大家把这个概念 人体的这个人体的这个形态的这个概念弄清楚以后呢 对很多的激患可能会有所更深入的了解 那么这个题目叫做什么呢 就八段锦这个第五第五式叫做什么 摇头摆尾 所以大家记住啊 从大椎穴那开始摇头 然后后面维缕是摆尾 然后呢 但是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呢 去心火 去心火 那么我们在现实生动作当中 现前已经说过 经常有人会出现上火 比如口干舌燥啊 或者是那个口腔溃痒啊 他都会认为是上火这个像啊 那么这个上火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很多人就是想法就趋于简单 认为上火了那不就是炎症吗 那就消炎就可以了 这是西医的思路 还有一种人认为什么呢 既然是火火 心火 在五脏当中心为火 火性就是往上飘的 所以呢 他就认为既然上火了呢 那么我就用什么药去给他使呢 就是用含量药给他压下去就可以了 可是这里边呢 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人体的所谓就是第一 大家要分出一个正邪的问题 比如说你上火 这个火到底是正气还是邪气 那么什么叫正气 什么叫邪气 这个概念我们要先分清楚 什么叫正气呢 我用一个简单的比方来说 就是什么 凡是能够守在自己的位置上 比如说守在自己的经脉上的 就守时守卫的东西就称之为正气 凡是跑到别的经脉 本来你是在这条经脉上待着 你跑到别的经脉上去 多管闲事越阻带跑 这就叫邪气 所以说只要你去多管闲事了 那你就相当于邪气 你管了闲事以后 然后人家本来你不是 你不该管人家家的事 然后你出去办事了 然后这样呢 你就会闹埋怨 最后你自己也不闹好 所以这个就是邪气 那么就是大家把这个先分清楚 下面我们再说上火的是 人体正常的火 好的火应该藏在哪里呢 一定是藏在夏丹田 就是虽然心有火 心为就是火象 然后阳明卫经也是火 就是三胶也是就是火 但是有一个问题 所有的火都应该从中医的医理上来讲 只要是正气的火都应该藏在夏丹田 所以人的健康是下腹部 肠温暖才是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状态 但是如果这个火藏不住了 然后被逼出来了 跑到不应该自己去的地方 就是你你不在夏丹田呆着了 你出来了 那么你就成为邪火 或者叫做虚火上延 那么这个火应该怎么去掉它呢 比如说真正的正确的治疗方法 一定是把这个火拽回丹田 把这个火拽回来 那么首先你要知道你这个火为什么会出去 比如说你为什么会为火出来 就是比如说口气很重 然后呢呃就是嘴里有味啊 口气很重啊 然后吃吃也吃不下 就觉得有那种上火的感觉 那么肯定是你这个胃 为什么不能藏住这个正气的这个火了呢 是因为你里边有寒 把这个火给逼出来了 因为寒它是凝聚 它把正气的地方给占据了 然后使得火上上飘了 那么你要想治疗或者肾有寒 把这个火正气的火也给逼出来了 那么当这种逼出来的现象的时候 你正确的治疗方法一定是先破寒 只要把下胶或中胶的寒邪一破掉 那么人体正气的火就又回来了 所以呢这个呢是呃在讲如何治疗上火的问题 首先你要明白而不是单纯 就是人的生命是一个最复杂的系统 所以有些时候在治疗上就不可能简单 就是所谓简单是什么 简单的思维就是说 见着火就扑 见着火就灭 那就是简单的说法 那么如何通过锻炼而来达到一个效果呢 使正气就是使这个火能够下到丹田 然后能够使肾经升上来 所以这就叫心肾相交 那么在这个动作里 他采取的方式就是先把底下就是摇头摆尾 这个摆尾只要你这个尾一摆起来 那么你底下圣经的这个活力就起来了 圣经的活力 然后摇头呢 同时这个头摇的时候一定是先下探 然后再让回来 那么这里边就是什么一定要让心火先降下去 一定要让心火降下去 同时呢 心火降下去以后 温寻了圣经 然后再让圣经再升上来 当你明白了原理的时候 你就知道治病以及锻炼的传统体育的 这个或者是健身气功的这种锻炼方法 他的道理真正的内涵是含在哪里的 你才能至最终的解决问题 下面我们要讲的是健身气功八段锦第六事 两手攀足固肾腰 那么这个呢 首先是就是两手从起势上来以后 然后到这儿穿过去 翻掌 然后穿过去 然后沿着这个整个的膀胱筋和就是膀胱筋 然后摸到腿下 然后塌腰这么一个姿势 那么呢 这个呢 就是这个动作有几个要点啊 大家要记住 一个是先把手臂停在弹中这个地方 从弹中我们原先曾经讲过 弹中是喜乐出烟 所以呢 你要想就 然后他从这儿下去以后 他有一个反穿 然后搓两 从两鞋这儿下去 那么两鞋又是肝胆 所以说 首先这个动作 你要想就是顾肾腰的话 其实还是要先讲一个心肾香蕉 你要让你的心花怒放 就让心情要很好 这是心情的问题 然后呢 运用手磨运膀胱筋 膀胱筋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条阳筋 其实膀胱筋气要不足的话 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是蛮大的 比如膀胱筋 他我原先说过 取一取一精明 然后直接绕头部 那么如果膀胱筋气不足的话 那整个头部包括记忆力衰退啊 这些通通都是跟膀胱筋有关的 那么膀胱筋呢 这样的就是说在是呃 在锻炼方面我们一定要加强就是膀胱筋的锻炼 那么呃 除了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 这个为什么说两手攀足固肾腰要先去按摩膀胱筋呢 实际上这个是一对表里关系就是肾与膀胱相表里 我们曾经说过只要相表里的关系就是有一定有一个是肤一个是七 那么相对于呃 肾来讲肾在主理 那么他就为七 膀胱是为表是在外面主动的 肾是主藏的 膀胱是主运化的 那么呢 这两个就是你要想锻炼肾就有一个前提要先锻炼膀胱 所以呢 在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里边 他整个的是从腰这命门这搓下去 一直搓到脚后跟 然后呢 再回到脚面 把这个就是再回到脚面 这样呢 就是而同时又塌腰 整个的撑拉了你的督脉 整个撑拉的督脉啊 然后最后以臂带身慢慢起来 用手臂等于又一节一节的撑拉你的脊柱啊 这么上去的 所以呢 当手和脚就是当你这个磨蕴膀胱经的时候 当你的手贴在你的脚上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是从脚底过来 然后贴上你的两个脚面的话 那么这个动作本身也代表的是那种心肾相交的这种状态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句话 就是在锻炼过程中 有些人很多人就是能摸到那个小腿肚子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就是要想往脚那摸直接摁在脚面上很多人很少能做到 那么说如果说我练这个功的时候我做不到怎么办 这个东西是可以慢慢来的 然后能到哪就到哪你只要尽力了就可以 只要尽力就可以啊 尽力了 然后慢慢慢慢尽力了 你等于这个气也是这么往下走的 还是按照你这个动作 他也是要走一圈的 所以呢 就是说的在练功途中呢 大家千万不要太过分勉强自己去做一些动作 尤其是老人 而且啊 比如说要有什么高血压 像这种的人呢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也要动作要轻缓 慢慢来 不要着急 然后呢 同时呢 再往前带那个用两臂 把那个腰一点点带起来的时候 还要抬头 然后撑拉韧脉 所以这个动作本身啊 就是说实际上大家要记住啊 关于腰的问题 顾肾腰的问题啊 一个跟膀胱有关 一个跟督脉有关 同时呢 阳气的来源又来源于阴 所以还要撑拉韧脉 这个就是中医 就是说你看任何一个点 你可能要看很多的点 比如春天的养生 那么春天养生 大家都知道春天呢 我们对应人体的脏气正好对应在肝上 那么对应在肝上以后呢 大家就想这个肝怎么样呢 就是想春天的就是养肝 这对不对呢 肯定不对 为什么呢 春天是肝气当令的时候 肝他最旺 最旺 说句实话 你对他要有所警惕才对 就是当任何事物出现的时候 我们不要老做锦上添花的事 他本来他现在已经是旺事了 然后你还去拼命的去养他 或者怎么样 而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住 当他旺的时候 当肝特别旺的时候 他最他这个旺最容易影响的是哪 才是我们要养的 那么肝 肝木旺起来 最先要克的是皮土 所以春天真正要养的是养脾胃 就是你要养的是他有可能重度影响的那个对象 而不是他自身 这就是中医思维 所以我倒是建议大家 大家无论是学中医学养生还是学健身器工 大家就是把每一个要点都要把它抓准 就是你自己要知道他的整个思维方式是什么 然后你才能知道他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这样才能有利于你对这个整个经典的一个深度解读 所以呢 这个也是啊 就是两手攀足顾肾腰 就是谈到腰 不要紧紧去想腰 可能要想到什么呢 只要谈到腰 你就要想到肚脉 想到膀胱 然后呢 想到韧脉 这样呢 你的思维才能够多样化 然后你的照顾的面 你才能知道真正能把肾带动起来的 恰恰就是膀胱筋 任督二脉 你这样去思索问题的时候 你的锻炼才是全面的 以及完整的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健身器工八段锦之第七个 钻拳怒目增气力 那么呢 大家首先要弄清楚几点 气力从哪来 气力从肝来 气力从肾来 就是只要你要是让身体有劲的话 那么呢 肝和肾是一个要点 那么这个要点呢 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够钻拳 那么怎么才能增气力呢 哎八段锦里说了 钻拳怒目 就是它增气力的要点 那么大家先看 这个拳 他钻的是这个方法 握固法 两手握固 护在张门 脚蹬马步 就是脚下是马步 然后呢 握固啊 冲拳 先让自己呼吸条匀称了以后 然后冲拳出去 然后这个时候眼神一定要盯着这个力量是从拳上走的 而不是用胳膊这打出去的 是要用拳这么出去握固出去以后 这时候是蹲的马步啊 然后眼睛要瞪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肝竹目 大家看握固本身就是肝的方法 张门这张门穴也是肝门呃也是肝经的一个药穴是专门从这走 而且他连坠着代脉啊 所以就说的这么出去以后 然后把它那个伸平 然后转反向 这么的抹一下 平的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有点像抹玻璃 就好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 你这么的抹一下 抹一下完了以后 再握固回来 收回张门 然后这边再冲出去 然后再这样 然后再下来 再抹一下玻璃 再回来 这样 那么这个动作呢 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有几个要点 一个是 大家要记住 先把握固固在肝 就是张门处 这就是固肝魂的方法 固肝魂的方法 我可以这样讲 凡是当你受到大的惊吓的时候 或者你预感要有大的惊吓的时候 古人有一个方法 就是采取握固法做好 如果能按握固法做好这么做的话 那么当有大的惊吓 来的时候 你真的可能能做到 泰山崩于前而不乱 但是一定要 精气神很足啊 你说很虚 全靠这一点顾着 可能顾设不住 就是说 哎 这种情形下呢 就是这个方法最起码是防惊吓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说过 握固法本身的发明者 就是我们所有的可爱的小baby 刚出生的小baby 都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从母腹里出来 都是握固出来 因为他们怕惊吓 他们一旦受到惊吓以后 他们的就这个地方 就会有 这个地方或这个地方 都有可能会出现青筋 青筋啊 反正是青色的都对应的是肝 所以呢 这跟惊吓有关 有人说了 呃 那如果有青筋了怎么办 没关系 慢慢长一长 小孩子胆子 经经济神慢慢足起来以后 胆子大了以后 这些青筋会自动退掉的 没必要把它当成一个病来治 它只是生活带给我们的一些小小的不必要的麻烦而已啊 那么呢 这个是一个问题 呃 这个是就是握固冲拳 要拳要很有力量的冲出去 同时呢 张门对我们人体就是肝精的这个意义 其实张门屑大家还要有一点 有一个记住 一旦刚一生气被别人气着的时候 往往张门气门会痛 就是张门这儿会有那种疼痛感 就是尤其是左张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没事的话 如果你说的 我我不做钻权动物增气力 我要锻炼这个肝 其实也是就这么往下捋 往下捋这个两斜就会很管用 往下捋这个两斜啊 同时再敲敲腿的两侧 胆精啊 那么对人体都会很敢用 如果是肝瘀的话 那么就是每天晚上揉一揉大腿的内侧 因为大腿的肝肾经都走的是大腿的内侧 所以呢 每天晚上 每天早上起来敲敲胆精 因为胆精是阳精 然后肝肾经是人体的阴精 每天晚上敲敲大腿内侧 每天早上敲敲大腿外侧 这也是一种锻炼方法 关键你懂原理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腕子在这儿 来回的这么旋腕啊 锁腕 就这个动作 比如说这个动作呢 实际上也是在动阴精 当你这个手啊 就是一旦这么起来的话 这个锁死 但大家看 全是锁住了阴 锁住了阳精 然后呢 动了阴精 就是靠里边使劲 靠里边使劲来完成这个工作 同时呢 增气力 我们就曾经说过 要想增气力的话 这个地方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力气跟什么有关呢 跟肝和肾有关 好 我们刚才拳头上全是肝的问题 那么增气力还得有肾的问题呢 肾从哪里表现呢 大家记住 在这个动作里 脚趾一定要抓地 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的感觉 因为肾经 从脚下 走的是脚下 涌泉穴也是走的脚下 所以呢 肾经组的脚趾要抓地 同时在做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呢 还有一个关键 咬牙 咬牙 这个牙怎么咬呢 不是说嘎嘎嘎嘎嘎的 你说那我每天晚上 我磨牙都算那增气力 那肯定不是那样 这个咬牙一定是 做出咬牙的姿态 有这个劲儿 就像发那个吹 或者就像咬两个澡壶一样 实际上两个牙并没有挨上 大家记住两个牙并没有挨上 但是两个上面下牙要很有劲儿 很有劲儿的那么咬 就是在以后我们要讲的六四诀当中 比如练肾气的方法 就是发吹 发吹这个音 类似吹这个音 吹就这么咬 才是一个增气力的方法 所以呢 大家要知道顾肾气 一个是阻止抓地 一个是咬牙 这个都是顾肾气的方法 然后顾肝气 一个是握顾 一个是冲拳 还有一个就是在练这个 大家记住气力都是从这一块来的 就是下胶和上胶的连结处 这一块来的 所以一定要把这一块要练得很好 才可以 下面我们讲健身气功八段紧最后一试 背后七颠百病消 那么大家一听这个题目 说好啊 背后七颠百病消 那我们一说就七颠 然后就不生百病了 是这样吗 不是 首先大家记住 所谓百病消 它对应的是什么 如果八段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试 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 就有了前面 有了肝肾的问题 有了就顾肾腰的问题 以及有了就是理三交的问题 你把这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那么最后一试 它既意味着收工 同时也是对全身的 你前面锻炼的一个重新的梳理 就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 然后最后得出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呢 背后七颠百病消 也是八段紧的收拾内涵所在 那么呢 背后七颠百病消里边有几个要点 第一是什么呢 就是脚趾要抓地 脚趾抓地 大家就要对脚要有一个概念 首先呢 就是脚分脚面和脚底 还有脚趾 脚面上走的是什么经脉呢 走的是胃经 如果脚面酸痛 肯定是胃气不足造成的 然后呢 脚底呢 走的是什么呢 脚底走的是肾经 正中间这走的是涌前穴 然后脚后跟 大家记住 脚后跟走的是肾经和膀胱经 所以呢 经常的提拉脚后跟 对我们的身体的锻炼是很有用的 那么呢 如果你要想锻炼膀胱经的话 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 锻炼膀胱经就是把脚 你们大家可以看完电视以后回去试一下 就把这个脚 脚后跟尽量的靠近墙脚 然后把脚立起来 你会觉得你后边整个的这个膀胱经得到了极度的撑拉 有的人不可以靠太近 有的人慢慢慢慢的去锻炼 那么你这时候你最紧张的经脉 是膀胱经 但是呢 就说如果你要想锻炼脚面的经脉的话 胃经的话 我们经常说人体要保位嘛 那你就要这么待着 就是把脚脚趾后向脚面脚底朝天 你只要这么一待 你胃经就这个腿上的这个胃经的这个层面就得到了撑拉 所以我们有时候活动 就是我原先不是说吗 健身气功 他里面非常强调这个手腕的这个来回的这个锁 就像一把锁一样 要么锁阴经 要么锁阳经啊 就是这样 那么脚腕其实也可以来回锁 脚腕也可以来回锁 就是只要你这么脚后跟往前使劲出来 就是撑撑拉的是膀胱经 如果脚尖拼命的往下展 往下展的话 那你撑拉的就是胃经 其实还是把用这个脚腕也做了一把锁 在锻炼你身体的经脉 所以呢 在这个背后七天百病箱里边 他几个核心点 第一脚趾先抓地 然后收腹提纲 收腹提纲就让自己的六腹的气机 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 然后可以使内气鼓荡 然后同时呢 慢慢的提肿 提脚后跟 提脚后跟 我们先前就已经知道了 是锻炼肾经和膀胱经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七颠 就是当你两手垂直的时候 慢慢先是五指抓 脚趾抓地 然后一点一点提肿 再慢慢的有一个停顿 有一个弹性的往后颠 这个往后颠的过程 你好像觉得这个动作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可是它的技术含量就在你这个颠的过程中 一个是五指抓地 一个是体肿 还有一个颠 这个颠就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先头说了 八段紧的所有动作 它都有一个夹脊的 就是对脊柱是有一个锻炼的效果 那么对脊柱的这个锻炼效果 最终要通过它第八式背后七颠 要完整的体现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这个颠相当于有点震随 就是震这个督脉 你当抬起来的时候 摆绘也是上顶的 然后全身都处在一个挺拔的状态 然后再慢慢的放松下来 使得这个震随 使得脊柱有一定的颤动 然后通过震随使身体的契机 重新找到它自我的那种平衡点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